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宏美真 我们现在在的位置呢 是普里的恒奇宫 那么今天我们来访问 普里恒奇宫的顾问团的团长 潘团长 请他跟我们谈一谈 这一次的清教大典 有什么样的心得和意义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宏美副部长 反映前的事 是这一次我们做清教大典 总部问团长 这一次的清教大典 可以说经过一整年 研究跟一整年的讨论 在今年的暑年 也在这几天 也要做一个圆满的落幕 是 可以说在这一整年的协调当中 也出现了很多的一些问题 但由我们的总团长 还有我们的 各四大住的大条 跟我们总团的大条 跟我们总幹事 以及我们很几个所有的干部 去认真的协调 让我们这一次的清教大典 可以说比方的更加和谐 更加的团结 之前我们各大住都会比较 比较看谁做得好 谁做得比较不好 但是今年的清教大典 可以说大家四大住都非常用心 非常合作 不会说去各住来做比较 这一次是我们做清教大典 最圆满最成功的地方 就是这样子 我想请教一下 这一次的清教大典里面 据说是全府里镇通通参与 那这里面就是说你有提到就是 好像有三十几个乡村里的这个 里民跟这个村里长 大家一起合力来完成这样的 一个清教大典 可以算是 应该是全国最大型的一个 清教大典 现在目前全国 据我所知我们南口县 有做清教大典的有 珠山镇 还有我们的水里 还有渔石 但是我们这一次所有的人口数 是我们普里镇最多 甚至我们普里镇 所有的麦当典也好 其实所有的外来的公司也好 都配合我们普里镇全镇的次数 这是一个真的很不简单的一个 宗教里面的盛事活动 所以我们南口的普里镇 全部有三十三个 每个里的里长 都配全镇来做一个清教大典 可以说这是堪称 台湾一个宗教界里的盛事 是的 好 那么您在参与这个清教大典的时候 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跟心得 感受就是感觉 部里镇都很可爱 为了一个清教大典 大家的动力 以前没有看过的人 现在为了清教大典 都走到街上 来去观赏 清教的一些各处的一个设施 还有一个景观 是 好的 那非常谢谢这个议长 接受 副议长接受我们这样的一个访问 同时也祝福这一次的清教大典 能够顺利成功 也祝福我们的这个 所有参与的这些 包括这个顾问团的这个所有成员 以及所有的乡里 都能够健康平安 然后顺利成功 想跟您支持一下 谢谢